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今天首先关注的是 北京时间10月28号中午 一辆吉普车在北京天安门前撞向护栏后起火 并冲上人行道撞死路人 截至目前 导致5人死亡 包括车内3人 多名游客及警察受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进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该事件是否是恐怖袭击 华春莹表示 具体情况不清楚 不予评论 在中国大陆 因医患矛盾导致医生被报复致死事件 又爆出新案例 浙江温岭鼻病患者莲恩卿 10月25日在当地第一人民医院刀筒三名医生致一死两伤 下面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铃的采访报道 温岭是第一人民医院的三名医生 周五遭不满医疗效果的患者莲恩卿砍杀 该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因抢救无效死亡 周日晚 当局出动特警抢尸 遭到家属和医护人员的强烈抵制 自称是该院的实习医生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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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微博称 当地政府近日正在参加平安温岭的评选 本周三杭州的领导来考察 怕悼念活动声势浩大影响评选 于是出动特警强制出病 愤怒的医护人员于周日当晚涌向临时解剖室守护遗体 目前莲恩卿已被警方刑拘 周一事件升级 大批医护人员举着横幅和纸牌 在医院外静坐抗议 要求政府立法保护医护人员安全并允许公开悼念死者 当地其他各医院的医生也赶来声援 据网络消息称 大批特警在现场戒备 医院片区的网络信号被屏蔽 无法发布现场图片 医院附近停有至少6辆警车 记者就此事致电负责该片区的太平派出所 你们知不知道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正在罢工啊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值班人员 周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王云杰的遗体已于周一搬离医院 但对于特警抢尸的情况是否属实 他则为正面回答 要记者到现场了解 另一名在该院的医护人员向记者透露 两名受伤的医生均已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对于特警抢尸的情况 他则拒绝回应 一位是轻伤恢复还比较快的 另外一位是重伤 现在基本是脱离生命危险 据海外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网消息 10月26号晚 在位于中朝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 两架直升飞机坠毁 大批武警立即封锁现场及临近街道 当地居民出行受阻 怨声载道 有关这一事件的讯息全被封锁 被受各界关注的 中国江西省新渔市维权人士 刘平、魏忠平、李思华 因为要求官员公事财产 而被控涉嫌非法集会一案 10月28号上午 在当地渔水区法院开庭审理 28号下午结束庭审 由于三名当事人集体解除了 委托律师的合同 法庭最后做出择日再审的决定 魏忠平的辩护人 盘坤律师告诉本台 审判长擅自拒绝律师的各种要求 令人失望及震惊 当天前往渔水区法院的道路被封堵 陆续到达当地的数位维权人士和网友 也先后被警方带走失去联系 开庭当天 美国欧盟加拿大的外交官们 也前往对新渔庭审表达关注 但是无法进入法庭旁听 山东访民在北京机场引发爆炸的 冀中兴起诉广东东莞政府 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一案 10月25日被受理 另据报道 冀中兴因为在北京机场引发爆炸 一审被以爆炸罪判刑6年 10月28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布 对冀中兴就此的上诉予以立案受理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感谢您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